我叫自仁丹巴 来自于西藏山南拉卡的县 你跨越祖国四千公里的山河 只为心中烂漠 向往的绿色 你嫁给我后面吗 这景色这么美 看一辈有点看 感谢你 让这片荒人有了 视而复得的美丽 我们都是塞涵巴的一棵树 一棵向下扎根 昂扬向上的树 观众朋友晚上好 本京时间二十点整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 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 先来介绍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 分别是市场分析师 编峰伟先生欢迎您 还有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胡宇然欢迎您 还有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秦简欢迎您 这一时段也欢迎您通过抖音快手微信平台 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先来看最新消息 据新华社报道 中共中央决定任命吴清同志为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书记 免去议会满同志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书记职务 国务院决定任命吴清同志为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 免去议会满同志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职务 好回到今天的盘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盘面的整体表现 今天是兔年的倒数第二个交易日 A股三大指数今天全天延续了反弹态势 户指是收复2800点 户深两市的成交额今天首次突破万亿大关 北向资金的净买入达到16亿 那个股分化开始出现上涨股超过2200支跌停的个股仍然有超过200支 板块上来看呢新制生产力概念股继续大涨 稀土永辞汽车产业链也表现相当活跃 而消息面上呢中国证券监督金融监管上 全部我们看到首次提出严禁向利用融券变向T加零交易 面对市场的最新变化距离春节休市还有一天的时间 那投资者该如何进行调整操作呢 来看看我们今天三位嘉宾的分析 其实可能今天到目前为止啊大家最关注的就是 我要不要持股过节 因为这个假期还挺长的 就这个话题啊我觉得可能大家会从 要不要持 持多少 持什么方向 这三个维度给大家做更详细的一个回答 我们先来说答案 然后我们再来说说自己的理由好不好 我们先从边老师开始 我当然建议持 我觉得最大的流动性危机 短期已经消化掉了 那我觉得当然在这个位置我们适当的要保持一些信心 你觉得在这个地方保持信心要积极一些 来雨然 我的看法是可以轻仓持股 轻仓持股 少一点啊 对 少一些三到五成吧 看各自的这个风险片好 减证了 开始减证了 是吧 秦姐 我觉得只要是主要快积成分我觉得都可以吃 如果太偏小一点我说这个东西就说不清楚了 要分是吧 对 太小了我就说不清楚了 也就是说中小市值的这个个股你说不清楚 但是大市值的个股你觉得持仓多一点没问题 大概是这个意思 这个后面再具体说吧 反正就是只要是指数成分 三百五百这种我觉得都应该可以去持 反弹空间还有没有结束 这三位嘉宾就是有分歧了 那我们问问边老师 刚才雨然说了 在这个位置当中还要谨慎一些 因为看成交量能不能明天还万一啊 接下来我们整个市场的这种分化 是不是还继续啊 这都是眼面前在反弹两天之后啊 大家最关注的 你觉得这些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吗 我觉得短期会有震荡吧 也许会有震荡啊 但我觉得这一波调整从1月初开始 2024年一直到这个上周 基本上整个调整 各大指数理论上说跌的其实是蛮充分的 到最后我们看到一千和两千 然后中间也经历了很多 我们看到的一些产品的这个爆仓 清仓啊 各种各样的事 如果从目前来看 我觉得算是一次比较清晰的初期 预期上的空间上 可能没有2015年 反弹的第一步的空间那么大 但我觉得有几个比较好的迹象 就是刚才这个秦健也提到 下面一些大的权重的筹码 基本上交换是比较干净的 我觉得基本上都给到了一些 相对比较大型的 我们说的类国家队的一些资金 基本上接掉 所以如果接下来我们现在想到的这个做空的动能 基本上都是短线 就可能在这两天有一些短线的资金介入 然后可能今天或者明天 会去短线的卖出 其他的资金我想不出有很大的你在这个位置卖出 而且我们会看到现在卖出 其实环境也不是很好 我觉得所以我觉得这个位置 也没有中长期的资金在大量的甩卖 那该卖的之前的被动的甩卖的筹码也都拿到了 那我觉得从中期来看这个位置应该会有一段损失 您觉得卖方在这个位置是酷解了 只有些短线的做短差的人会卖 短差在这交易 对 那雨然刚才编老师说了 基本出清了 这是个大前提 然后呢在整个市场交易这个过程当中 除了短线的一些这种交易盘面的筹码流动之外 可能抛的也没有了 那整个市场再有资金进来的话 那么市场当然是乐观的 这个观点好像从理论上也挺有道理的 就是我的看法是这样的 因为说就是说到上周末为止呢 这一波的小票为主的 我们所谓的一些金融衍生品的 这一部分伴随的筹码出清呢 应该说是完成了 然后因为本周实际上 对于我上次过来说的 就所谓达到这个出清效果之后 会有一些资金所谓说去 这个去收失啊 减一些这个贷血的筹码 就是说整个市场去收集一些 对 带血的筹码的这个 这个盈利空间 其实在这一两天当中已经完成了 而且这一两天当中 大家从这一段的沙跌 以及反弹的过程当中 大家发现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说它这个量能 是在下沙的最后两天 这个释放出来的 而本周的两根大洋上涨 也是伴随着强烈的这个放量 这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说你的很多的筹码 是套在了半路当中 但是在底部进行了一部分的换手 这样的情况下一定程度上是说明什么问题 就是说你这个指数的成本的换手中心是 就是你这个换手的中枢是实质性的下移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今天又已经在二十天的上方放了巨量 我认为短线你要 在快速的给到一个向上的动能 你需要持续性的再把量能给它推上去 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是比较困难的 也就是说最多我们认为现在是个比较中性的环境 也就是说这个短线的这个反弹的底部 哪怕说我们说指数的最低点我已经见到了 我觉得也不具备所谓一个连续的上工的动能 那么这样的话呢你保留一部分的现金仓位 是两件事情 第一可以压一下 那么就是说近期因为监管对于市场的呵护也比较的频繁 春节的长假当中会不会有一些加码的呵护的政策 第二呢是防止一些春节假期当中外围产生一些不确定性 那么第三呢也可以等到市场在这个底部 有个充分的换手和缩量的过程再去看 到底更好的催化在什么方向 因为超跌反弹的这一波啊 其实市场没有一个绝对的明确的主线和梯队 处长 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机会成本的保留 那边老师刚才胡宇然说了收拾筹码的这个过程 收拾筹码的这个过程 整个市场它是有一种就是它的一个结构 包括价格重心都有一个下移过程的 就是我们就是这么连拖带拉的走过来的 就是走到现在它两根仰线起来 还不足以把整个市场的这种重心 重新拉回到所谓的安全区域当中 这是一点还有就是长假那么长 外围说我们不降息了 我们2024年不降息了怎么办 就是当然这我是打个比方 说怕有什么就是黑天鹅出现 我觉得至少至少中期 我觉得中期的低点 各大指数基本上都找到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被动下山和出清的过程里面 基本上找到 可能这一波当然我觉得不会像15年 不会像15年这样的出现的一半 我更倾向于可能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可能也是个模底的过程 我只是说从中期来看 如果你拿到了一些比较优质的公司 或者你想要的一些公司的筹码 在这个位置涨了10个点 一定要去做波段 我觉得如果忍过了这一波的人 我觉得我觉得没有必要 就有点低2700点 你现在就是认为2600会不会破 如果我们从上阵来看 当然现在的市场和2015年比 还是有比较大的变化 我觉得最大的变化是容量大了一倍 对不对 你要5000多家公司要出现大幅度的扑反 不太现实 我觉得差不多就是维持在万亿以下 其实只需要七八千亿的量 然后关键是筹码中间的转换 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等会我们可以聊一下 就大家会猜测接下来的路径是哪一条 这条路径要走出来 市场就慢慢起来了 15年以后的1617年的行情 其实是偏向于大的 因为走了差不多两年的行情嘛 就现在我们要等待的是 哪些东西能够慢慢慢慢的走出来 我们等会可以 我更倾向于350 从走势来看它们也慢慢起来 从估值来看 其实也在慢慢的修复 那时候我们记得2015年 出现那样的一个市场的行情之后 16年大家开始认可核心资产 对 这核心资产非常极致 其实每一次在市场暴跌以后 你会发现市场都会有 比较长时间的一次回归理性 其实就是风险偏好的下降 就是投机到一定的程度 我们回顾三个月前市场还在炒龙炒风 到这一波突然之间出现大幅度的下跌 我想市场的很多的投资的理念 从上到下都会有一些本质性的一些变化 那秦姐刚才编老师说了 2015年就是当时发生的整个市场这种变化 我记得前两天你曾经做过一场直播 你直播的题目是 每次都一样 这次不一样 因为我们看到整个市场出现过这种极端的行情 有人就类比 他像2015年还是像18年还是像2020年 他哪一年都不像 当然刚才编老师是更多是 用2015年的整个市场的这种状态 做了一些演绎 其实短期如果你说个股的跌幅的话 从平均股价或者说小微盘股来说 它的跌幅已经达到了历史之最 打破了所有历史的机制 就光看小微盘股 小微盘股那个两周时间跌掉44% 就跌的最厉害的一个万德微盘 是两周跌掉44% 跌到今天 这个是股灾都没有的速度 没有这样的速度 也就是说当时市场极端下跌的这个过程 所以说你要看市场分情况来看 但你如果说看上次501或者互生300 它也就是个震荡 对不对 它整个整体到现在1月份是横盘的 所以市场的结构化分化是非常大的 你不能一干去看这个事 对吧 刚才雨兰我别的不说吧 我就跟着雨兰刚才讲的东西 有些大的东西我就不多讲 反正都讲过了 对吧我们一直也强调 就是我们看互生300这个位置上 左侧买ETF什么都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我们还是坚持 然后雨兰说的这个话呢 我理解它什么意思 它意思就是说在这里 最低位的时候 经过了大量的筹码换手 底位是用量打出来的 但历史上看呢 其实低位的时候 如果量很大的话 往往底部是不成立的 理解为什么 就往往是越低的位置 它应该换手是很小的 因为没有人抛了嘛 因为上面应该筹码是空的嘛 它上去就没有压力 但如果大家换手 都在最低的位置上去换手 大部分人的成本会集中在这里 那么你稍许上行一下 就会出现比较大的抛压 因为货率来要跑 你要往上去的代价会很大 你可能会需要更大的成交量 你今天已经打到1万亿了是不是 那么会不会要打到1万2 1万3 或者更高才能上 还是这个意思 但是呢我这里想讲一下 每次这样可能有的时候 会有细微的不同 就比如说我们这次放量 首先看这个放量 买的人的主体是谁 我们这次放量 可能买的筹码是会锁掉的 但是他如果不锁 那就是另外一个话题 我们就不多说了 就如果说在第一位 做了大量的筹码换手 但是买入的这个人 他能确保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内 筹码是锁掉的 那么他和第一位 小换手的底部 效果是一样的 因为我把筹码收掉了 将来上去 在满长一段时间之内 哪怕获利 我也不把它作为流动盘抛出来 那这样的话 其实市场的负担 就没有他说的那么大 我们就要看这个地方 他所买盘 最大的流动性提供者 他提供完之后 他将来是不是 涨高五个点十个点 我就做差价了 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 那么这个市场呢 上行一定是很困难 很坎坷的 但如果说他能做到 在这里拿掉 我们看这个市场 如果再往上走 是不是很快量会降下来 即便降了 市场也不出现大跌 那我们就认为 他这个仓是锁掉的 那这样的话 后续他说的这个隐患 可能就是不存在的 就没有这个过程 也就是说有待观察 对 我觉得 我就说他说的是 我把原理抛弃一下 是这个意思 但如果说筹码是锁掉的 就不存在这个 大家成本集中在这里 一旦上行 马上就会有获利抛压 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好吧 所以就看买的那个人 会不会从长远来考虑 因为确实这是一个黑箱 我们不知道 好吧 其实刚才几位提到的 就是这两天 整个市场突然有 增量资金进来 整个市场提高水位之后 就是这部分筹码 它到底是在这个位置是拖呢 还是我有更长远的打算 这是目前我们观察市场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那边老师 还有就是现在 我们发现今天个股出现分化 2200多只是红盘的 涨停的挺多 跌停的也不少 就是今天的这种分化格局 让我们可能要进一步想 投资者如何在强弱当中 在这样的极端变化过程当中 分清强弱 我觉得这一次 其实有很多历史之最 我们说历史之最 就是这一次很多人说 从互盘的角度来看 其实也是和以前大不一样 我觉得最大的不同是 2015年那个 我觉得是一个极止 就是到2000多家公司 市值接近这个水平 大概我们还能够让全市场 能够通过资金面的一些博弈 去考虑互盘 我觉得这一次 大概给我们知道一件事 就是中国的股市 已经大到非常大的容量 七八十万亿 流通可能少一点 我估计三四十万亿吧 就是未来我们不可能 再用全市场的一个眼光 去看待七长供电 不可能 所以其实从买卖的角度来看 我觉得A股未来一定是 要发生一次风 我记得16年我当时就说 我说我们未来没有 全面型的牛市 但其实如果从16年到现在 七八年的时间 其实市场还是发生了 结构性的轮动 我们会看到核心资产轮过 新能源轮过 到小盘股轮过 周期股轮过 其实16年如果你往后推到现在为止 几乎所有的股票 它不是通过起涨共跌 而是通过了轮动的过程 对吧 1617年是周期股 19年20年是核心资产 毛 然后20年21年是新能源 然后22年23年是小盘股 其实就是所有的板块 几乎如果在这六七年里面 你去轮 大部分的股票都有过50% 甚至一倍的上涨 只是它的节奏不同 也许未来 我认为这一轮以后 也许未来不会再出现 就是我们从全面型的牛市 到轮动型的牛市 轮动型的也不会出现了 轮动型的也不会了 就是抛弃了 我觉得真正的优胜劣汰 要开始了 我认为是这样一个 就经过这一次的条件 我告诉你几件事 一 救 不是全救了 所以这一次很多救市 大家会有很多的说法 说我就是要你救一千 救两千 救五百 我当时就是说为什么 为什么进来的资金 一定要买你 因为一五年的时候 是大家一起买的 买完去 然后所有的东西都涨了 为什么一定要 就你手上的股票 它会有一个选择 如果按照刚才情节说的 这些资金 是以长线投资的眼光进来的 未来我们的险资社保 那它以高峰红的 以低估值的 它准备放三五年的 放十年的东西进来 那我买了准备不动的 那不是一个旧的概念吗 那我就是想把这些筹码给 你们不要的东西我拿掉 同时这些东西 对某些指数 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那剩下的只是在跌到很大的时候 我通过一些ETF 注入一些流动性 你可以继续跌 但不要对整个市场 形成金融风险 你们可以慢慢的被规避 变成像我们的港股一样的 僵尸股 边缘股 你可以慢慢的归零 就是要有分化 极致分化 你不要对整个市场 形成系统性影响 我适当的给你一些流动性 就可以了 在市场运行当中分化 这是坏事还是好事 我认为这是好事 不是说这些股票跌了 就一定会损害一些 投资者的收益 但五千多价 如果我们未来 要变成八千家一万家 一定会走出这一步 我又要说三个月前 在炒龙炒风炒数字的时候 三十多年了 我们前段时间有个电视剧繁花 我们在九十年代看到有炒这种东西 三十年以后 我们还在看到 突然之间有 那么一两个月市场在炒这个 其实这个市场是 我认为那段时间是很不健康的 而且我们会看到 整个市场是跟着它走的 炒的时候 大家还在找有龙有凤的东西 我觉得没有意义 就市场该重新回 最后那些股票是在最近两个月 两个星期 我们看到刚才秦姐说的 可能平均的跌幅就腰斩 甚至腰斩都不止 44刚才说 对 那我觉得这里面 当然有投资者的问题 有机构投资者的问题 所以我认为这一次的 调整完了以后 也许我们会走出一些 也许 也许会走出一些 不同的市场的路线 这种路线 也许能够让我们的市场 走得更长远一些 可能是这次最大的 那秦姐 我们顺着刚才编老师的 这个话往下说 就是每一波后续资金的 后续市场的这个性质 是取决于在这一波 就是它开始支出 增量资金的性质 是不是未来市场的话语权又会变 刚才因为编老师演绎过了 对 16年是谁涨 是什么样的性质 那17年18年19年 新能源的那 基本上可以肯定的是 对 一般出现这样的急跌之后 急跌前的风格就肯定会变 就急跌前如果什么风格 再有急跌后这个风格 这个风格肯定是没有了 如果像雨然和你刚才考虑的这个问题 是不是就设计了 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 决定后续整个行情的性质 其实决定后续行情的性质的原因有很多 有基本面的 也有结构面的 从结构上来看 我个人倾向于后续的行情应该是 因为去年其实我们最网红的两种策略 应该是一个是红密 一个是小微盘 什么叫雅铃型配置 我不知道你听到没有 就很多的这个机构喜欢玩雅铃型配置 就这边买一些红密类的 这边就买量化 但是从这两天看 市场一反弹 出现了什么情况呢 雅铃往仿锤走 就这两天长到最好的 反而是全部是最中断 两头再下 红密呢 它里面还有不少的抗空趋全的属性 长到昨天下午的时候 红密股突然就开始回落了 因为它在跌的时候 它是逆向的 所以我个人经常理想 结构上后续的风格 应该是往当中走 三百五百 就是中国最比较核心的 但是最头上的那些 前期涨幅也很大 一直看股西的 他可能弹性不是那么好 他可能会有一些波折 他也没有那么流畅 当中的这个会比较好 然后如果从行业上来看呢 老实说呢 我实事求是说 后面我也是有点迷茫 就是这么多行业里面 哪些在今年最有亮点 什么东西能够走出来 应该说今年的情况 还是比较复杂的 我觉得还是走一步看一步 我个人暂时觉得呢 外需不如内需 就是尽管内需 现在很困难 那我觉得第一 它反映的股价已经足够低了 第二个 再怎么说 我们这么多的人口 至少低端消费 到这么低的价格 只有这个类型的公司 其实有很多都已经回南了 早就已经不创新低了 对吧 但是外需 今年因为外面是大选年 很多很多各方革命原因 我们前面也看到了很多的例子 可能不是那么稳定 可能经不起这个折腾 所以我觉得从内需的行业 仿锤型当中的 也就是100亿到1000亿之间的市值 那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种风格 可能后续是我个人认为 相对就是在这个范围里面选 会比较好一点 宇然对这种强弱分化 整个市场在2024年资金的选择 你有什么新的想法 我觉得现在谈2024年的资金的选择 稍微有些早 就是为什么 我觉得这波超跌反弹之后 因为初清之后的这个超跌反弹之后 我觉得也没有必要过度的特别的乐观 我不是说这波反弹 一定在某一个点位上面结束 也有可能向上看高一些 但你看高完了之后 不改变它仍然是 在目前的信息量下 它还是一个超跌反弹的性质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说大家一直说 上周的这波沙跌 1000也好2000也好 拿去和15年那个状况做类比 其实我觉得从现象上来说 可能跌出了一些所谓的 流动性风险的样子 但其实从驱动力来说 其实它的下跌的驱动 和15年还是有比较本质的区别的 15年实际上 大家没有对说 基本面的定价 本身有一个中枢性的下移 更多的是一个回归 但是你看就是说 这两波的下跌 你甚至很难说 它跌到这个位置之后 它的这个原有的中枢 是不是永久性的下移 以及它这个估值区间的下限 可以下到什么地步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下跌的 基本面的定价 并没有完全的被扭转 而这个基本面的定价 主要要看哪两点的 一个是国内的实际利率 什么时候可以真正以上的下降 第二个是有没有可能 这个地产政策 在销售段能够发力 因为我们看到一月份的时候 其实出过一个 比较强有力的政策 就是上海外环的 这个购房资格的放开 但实际上如果核心区域 就一线城市的核心区域不放开 大家就是市场已经 山战今天也有相关消息 对 就是说如果没有能够直接刺激 销售回暖的政策 其实市场对这个东西 已经明牌了 大家已经在用卖压来表达 对这个东西的一定程度的失望 或者说一定的悲观的预计 所以说这个位置的 以大致数来说 是不是最低点 它有可能是也有可能不是 我举个例子来说 就是比如讲说 我们看到08年的那个1664的底部 1664是出现在10月份的 但真正意义上的 我们看到4万亿的那个 利好消息出台 是在11月份 它是在第二条腿 第二条腿离第一条腿 位置非常的接近 就是说在今天我们讲说 不能够单纯的 以传统的周期思维 到了一个低点 它一定说 它这个区间的下限 还在原来的位置上 去做一个回归上的思考 我觉得还是要看到 一个基本面上的 一个扭转的信号 我刚才讲的 这两个扭转的信号 目前都没有看到 所以说不管怎么讲 你做多 就它性质还是个反弹 至于谈到什么地步 你可以跟着市场 一步一步的走 那么我们现在预期说 这个 这个基本面上信号的 这个扭转 最早的这个沟通窗口 在什么位置呢 应该还是在二季度 所以说呢 我觉得 就是说一季度 从具体操作的角度上来说 其实我觉得这段时间 就超跌反之后 如果说春节假期里面 没有比较明确的 比如讲一些主题型的催化的话 其实大家还是可以选择 50 300 500 1000的宽基的ETF 就是说它 如果说有向上修复的动能的话 那么这些ETF 还是会跟着去做修复 它是一个超跌的修复 并不是说它是一个 已经找到了一个新的价格区间的下限 我觉得这个目前是不好说的 其实刚才也是着眼于 现在在这个时点上 我们对强弱的这个判断 其实也有人说 等这个春节之后 我们再做详细的这种分析 因为现在这两天 先稳住 回拉 稳住 可能是这两天的主基调 至于春节之后 还有什么变数 现在大家都不得而止 那边老师 这两天大家有个新词 就像昨天我们的今日关注当中 就特别做了新制生产力 这两天我们看到 新制生产力的一些概念个股 表现非常不错 会不会是一种新的 引领市场的一种新力量 新说法 新推动 新制生产力肯定是 我觉得在结后 最近其实卖方 已经开始出一些报告 大概还是一个 我觉得还是一个 我的理解是一个新型生产力 就是一个泛科技的 在这个新老传统 这个转变过程里面的一些 新行业 我们可以想到的一些 原有的一些新行业 但我想说的还是 我们接下来 我们更偏重于一些中大型的企业 我觉得这是这一波 给我的比较大的感受 就是未来市场 我觉得对于中小型市值的 或者我们叫小微股 我觉得可以再大一点 就是可能对一些 当然里面也有一些公司 其实也不错 但是对于小市值的那种偏爱 我觉得我们可能要删掉很多 我记得在16年的时候 我们当时也说过 我说当时A股 有很多那种小市值的公司 后来经历了四五年以后 突然间又来了 就是你会发现 小市值的公司 又变成了市场的香某某 那这一次我还是这个观点 我认为这一次也许会 真的会有些抛弃 所以新制生产力 它更多的是指的是 新型 我认为是一个新科技 新型制造业的一个大方向 但是对于目前的市场来说 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 在这一波调整完以后 市场一定会做出一定的取舍 这个取舍 我觉得先是大小之取舍 我选大的 我选大的 然后再是行业的取舍 那行业的取舍 现在其实看不到 就是过去一年 我们看到长得比较好的 主要都是一些大型的央国企 但如果你去看整个数据的话 确实是2023年 大型央国企的收益的增速 稳定性 确实要好于很多的其他行业 所以如果去年你看两桶油的业绩 三大运营商的业绩 确实还是在整个市场里面 比较亮眼的 所以今年如果我们要看到 经济有更大的复苏 我们当然希望能够有 其他的一些行业 一些这个中型的企业 民营的企业能够恢复 但如果这个现象没有看到之前 从单纯的这个净利润的 财务的数据来看 其实还是央国企的稳定性 会更高一些 他们现在估计也不高 风宏其实在经过这波上涨以后 也还不错 接下来又是年报季 那最近我觉得红利指数也好 央国企的部分股票 这两天出现条件 我觉得可以理解 因为前段时间 在大跌的时候 会有一些偏投机的资金 躲到了防空洞里面去 如果我们把它们 比喻成一个防空洞的话 那躲进去了 现在地震震完了 那他探出头来看一看 他跑掉一点 对吧 把红利指数 做弹性去 对 我去做做弹性 没有问题 我觉得这个很正常 再谈个一周 我觉得也可以 大家把一些东西超跌了 你跌了五六十 反个二十 我觉得也很正常 但关键是 我觉得在春节后那一步 就春节后 会决定市场的真正风格的 逐步的开启 我们要看看 接下来 比如说管理层所谓的 引入更多的长线投资者 到底是谁 他们会买什么 能不能买成趋势 对吧 过去我们说了很多年 19年 19年以后的北上资金 是买出了趋势 公募基金 对新能源处 买出了趋势 我们来看看这一步 能不能买出趋势来 买出趋势市场的所有观点 我觉得都会变的 慢慢慢慢大家 就会抛弃一些 原来去防空洞 想躲一躲人 他会觉得这不是防空洞 这可能就是 整个地震以后的重建了 对吧 那就慢慢慢慢就改变了 其实每一波 让我们记忆难忘的 这些行情之后 市场总会有变化 对 这个变化也许我们 在它变化之初 没有太明显的觉察 但是呢 我们可能走着走着 突然会恍然大悟 只是每一波行情 它必然的结果 现在让我们做预言 可能也为时尚早 那我们在这也给大家 做一下预告 第一财经频道呢 将在2月8号 也就是明天晚上 推出降龙成风 2024春联进行式的 特别节目迎新版 届时呢 将公布我们五强的 入围春联 和大家一起来聊民俗 画航情 还有财灯迷和互动好礼相送 敬请关注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让我们的数字人助理 来给大家 抱抱最新的春联 大家好 我是数字人助理千阳 继续来给大家抱春联 第一幅春联 来自观众孙宇央 上联 千古奇音黑兔去 下联 百票涨天火龙赢 彭批 股市腾飞 立春之后 兔去龙来 市场终于迎来强力反弹 期待在龙年上涨的势头继续 第二幅春联 来自观众叛夜里 上联 兔年 绿肥红兽 熬杏子 夏联 龙春愉悦金门 喜登科 彭批 气定神闲 千阳也认为 越是市场波动加大 越要稳定心态 做好投资策略 更多春联作品展示 请大家锁定我们的节目 继续关注 热点追踪 各股诊断 策略生成 金融百科 事件推理 情绪陪伴 八大核心能力 24小时在线 急问急答 为你提供高效 专业智能的投顾体验 上九方整股APP 投资不绝 问九哥 节俭传下去 中国万年福 中间养得 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志投提醒您收看 公司与行业 好 欢迎回来 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 公司与行业 当市场起稳 科技题材股 往往会表现出 更高的一个弹性 而近期呢 我们在海外市场 最受关注之一的 就是苹果 刚刚发售的 头戴式显示设备 Wazen Pro 那作为最前沿的 M2产品呢 发售即火爆 那海外的预定期 已经延长到了六周 预计呢 苹果Wazen Pro 将在4月 开始在国内发售 那么相关映射的 消费电子股 能否在当下逢低布局呢 我们来看看 几位嘉宾的观点 那宇然 这两天你打开这个手机啊 好多推送 跟你推送这个 苹果Wazen Pro的 这个体验界面 说是这次很真实 25000的这个价格 有不少人就说 它的整个 对环境映射的这种状态 非常真实 就是你把空间 全部 全部就是可能会颠覆 未来我们在许多行业 对整个空间啊 时间的一些概念 就是他们说到这个份上 我不知道啊 就是大家现在 在资本市场当中 对这个题材的理解怎样 这个呢就是说 因为看了一些 这个数码博主的一些 这个测评啊 一般来说 目前这个阶段放出来的 还是以 以比较良好的感受为主的 比较憧憬的 那么如果就是结合到目前的盘面上 相关的一些题材股呢 其实这个消费电子相关的 一些题材股是过去一个多星期的 等于也是一个重灾区啊 尤其是过去 在2023年年内有过比较好的 波段表现的一些标的 因为2023年内大家看到的是 一些大票就是消费电子的传统的 就是所谓的大篮筹型的 它基本上没有涨 都是一些小市值的个股在涨 那么这两个星期也是属于回吐的 非常严重的 基本上都是一周一占星的 那么我觉得在这个位置是这样的 就是说 今年既然在 已经在跌到这个份上的程度呢 就是一样要选择一个布局的方向 那可能它也确实有一个催化 那么还是回到今年的风格上 如果按照编老师刚才的说法 今年可能是以大的为主的话 大家可能要去看一下传统的一些 这个消费电子链条上的一些大市值的票 其实我看了这个成分股 也还在一个相对的低位 然后呢这个小市值的三四个比较核心的标的 其实这两天也没有怎么谈 那么春节以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如果能有一两天的这样大洋拉起来的机会呢 那以这个交易的角度上说 我觉得伴随这个催化 还是能够有一定的超跌修复的空间的 你看我们在今天呢 也给大家做了一些画面的提醒 像这个苹果的铁界界面 就是戴着这个头盔 可以看到你现在正在行径的状态 跟你坐着的时候 那种空间完全就不一样了 就各券商机构呢也给出 他们对整个市场未来的一些方向判断 像组件代工提到了力训精密 零组件提到了像领域制造 戈尔还有常理精密 映射类的就刚才说 他要把周围的环境映射到你的这个头盔当中 你眼前去看 映射的像创为数字 还有清悦科技 易到信息还有极致科技 边老师就是这个会不会带来 消费电子的又一次升级 我觉得会 但我觉得短期对市场的反应没那么快 一个是他对这个产品 大家对于他的产业链的公司 已经很熟了 去年已经炒过两三次 第二这个产品我认为确实不错 但它的定价很难在销售端有非常大的 这个我们说这个让人惊喜的数据 就如果销售端没有很好的数据 那你现在炒其实面临一个很尴尬的 你炒完以后你会发现年报的数据 一季报的数据很差 那你炒上去干什么呢 所以我觉得比较好的迹象是 我们把它看作是一个裸手 这个新的电子产品的一代 可能我们需要后面观察几个亿 它有没有一些相对低端的替代产品 比如说安卓类的产品 它现在的价格是两万五千人民币 我觉得如果能有产品把它的价格 杀掉一半甚至杀掉更多也许会更好 第二它的两代和三代能不能够带来更多的销量 其实我们始终认为在去年经历了科技股的 大部分的科技股都有过比较大的炒作以后 今年的科技股如果没有真正的销量做比较重要的支撑的话 今年的科技股的机会 我觉得在短期内 我觉得我更相信到下半年 就下半年我们可以看上半年 我觉得大部分的东西都是炒冷饭了 就是去年大家都炒过很多遍了 你现在如果没有很好的爆款的话 那上面层层套牢的这些筹码 在业绩又没有很好的体现之前 大家只是一个博弈 那我觉得做梦的东西做过一次就行了 但是对这个产品我认为是有眼前一亮的 但只是因为价格贵了 所以我相信用的人不会太多 那其实琴姐我们记得就是上一波整个市场 就是对整个消费电子那时候有心动的 就谈过这个事 那时候漫步者的那个耳机 但是它的整体的推动性影响力没有那么强 再上一波就是2013年14年 就是手机苹果的智能智能滑动iPhone4 就是这一波的这个M2 我们应该怎么去客观地预期 它对消费电子整个这种产品升级 还有整个这个迭代过程当中给市场带来的颠覆和机会 我觉得刚才编老师讲得挺清楚的 那我简单讲我的看法 第一个作为一个题材来说 它太老了炒了第三次了 如果要再炒就是可能是第三次或者第四次 前面我记得至少是炒过两次 短期内反复的去炒 热度已经没那么够了 现在发的视频其实我们早就看过了 这是第一个作为题材 第二个作为数 如果是作为基本面改变的话 我们目前没有看到很好的数据 当现在没有看到 国外发售报道是比较热烈 但是好像高频过来也不是那么热的 价格毕竟还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门槛 所以说要等到看到数据 整体消费电子来说 业绩情况肯定是不好 我告诉你 因为去年大家说了好几次反转 但从来就没有看到数据支撑过 这个是第二个基本面方向 第三个我觉得大家还不要想得太热观 这个东西就算卖的火 这个订单代工也好零件也好 是不是能够给到中国 我觉得这都未必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如果不是那种炒题材的大氛围在的话 可以先把它放一放 看看市场的反应 这两天不是有人说要先追弹性吗 这多好的一个弹性机会 难道要放弃吗 我觉得现在的弹性是这样的 如果说在明天 然后到假期里面出一个 我们从来大家没有看到过的题材 新的 全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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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跟我说什么日历表 没有这种东西 突然出来一个好 那这样的话 能够把大家聚起来 全部去做这个 因为大家时间都没有准备 而且是第一次来做 对吧 你如果在放科技方向上 出一个这个东西 OK的 那第二个 如果说没有的话 那么市场会沿着什么 一开头的 自然能自然反应 把前面去年炒过的热门鸡杀的龙头股 先给你轮两下 轮到板就板 今天你们不是可以看到好多像什么 什么赛利斯啊 什么 就好多个这种 这种情况 因为因为这个时候呢 大家都跌的很惨 你说五千个股票有四千多个跌的很惨 突然一下子买起来 国家队就买一天股 大家不知道买什么 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先挑记忆里最深刻的 这是个牛股跌掉了很多 就这两点 他们先打这种 那么今天打来一批 明天说不定再打一批 先把两下弄完 然后这个时候大家才冷静下来 什么东西基本变变了 我不知道 我先卖了 再去换别的 一开头大家都是这样的 就除非你这时候有个很大的催化剂 告诉我应该做什么 不知我们哪知道做什么 我们都是肌肉反应 这个东西先来 它股性好 打到板了 好板了就可以了 就今天大家其实都这种情况 你知道吧 然后明天一看 撑不住了全部抛掉 然后看后面买什么 这个还没反 这个也是明星 但你不能买 为什么有很多人还在跌 就是因为这个4000多个票里面 有一些是 跌了你都不知道他是谁的 就太小了 你看今天颠覆前面的50名 市值超 流动市值超过10亿的都没有 就是8亿 7亿 都不认识他 说得难听一点 他就很边缘 对我们 谁会想到谁来去买他 买了万一戳不掉怎么办 我至少买热门的 大家都知道的东西 买了明天还会来有人来追我 他知道 这个股蛮好 他不管将来怎么样 以前蛮好的 大概是这样一个东西 所以你要做集材要方向 我说要么你出现 没有出过的东西 要么就是市场先肌肉反应 然后慢慢去演化 看哪个墙自己演化出一个 我们也不知道后面是什么 大概是这个意思 其实今天我觉得三位 也算是给我们2024年兔年 2023年的兔年做一个收官 因为明天就是我们春联特别节目了 所以今天三位应该说是 也要给大家做2024年龙年的市场展望 我们稍事休息 看看大家在展望过程当中 有哪些具体的问题 要和我们三位嘉宾进行交流 我们一会儿给大家做回复 一会儿见 有哪些认识 有哪些转型的东西 快乐 快乐 拍摄 快乐 快乐 你也许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欢迎回来 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私与行业 看看大家在未来行情的整个演绎过程当中有哪些问题 编老师有人问 请问一下编老师新的一年对地产基建股如何看 我觉得地产刚才提到了就是在等需求段的复苏 我们对下半年的数据好转是有比较强的预期 两个方面 一个是出清以后本身的三类 我们说的这个城中村这个平级两用会大量的投入 第二个是从我们拿到的数据来看 大概今年下半年很多一二线城市的一手房的供给 会出现断崖式的回落 断崖式的回落 原因大家都懂了 因为前两年很多因为现金螺的问题 很多地产商其实都没拿地 然后去年前年因为现金螺的问题所以大量的保交楼 所以到今年下半年开始 一二线城市的一手房供应会出现急剧的下滑 而最近其实从去年四季度开始一二线城市的二手房的交易量 其实是在回升的 那现在以空置率的角度来看 我觉得大概消化 我们当时预期大概消化两年嘛 消化两年到今年的四季度差不多就是第二年 所以我们认为下半年大概销量会有所回升 那么从观察来看肯定是先观察偏央企业里的龙头企业 大家其实先看央企业龙头就行了 我觉得央企业龙头又前期回购各方面也做过了嘛 如果它的股价能够起往回升 可能会对部分的地产企业会有帮助 那对未来的政策的期待 或者是政策它在整个市场当中最终的一种推演 还是要比较关注 先要扭转预期 我认为先要扭转预期 因为地产这个东西它如果不能扭转预期的话 是很难把销售端回暖的 因为地产如果你预期它下个月或者明年的房价 一定会比今年你买的房价要低 那它不会有销量的 对吧 我们这个都经历过 哪怕20年前房价比现在要低 百分之八九十的时候 当房价不涨的时候 也没有人会买 所以你改变 尤其这个和资本市场有点像 对 就如果你不能把它的趋势给打过来 那你要老百姓能够愿意买房 它不是一个即时性的刚需 我即时想买房 我也不急着这几个月 所以你先要把它的预期改变 这非常重要 我们经常说不缺钱缺信心 其实信心当中很大的驱动因素就是来自于其 来看看雨然 有人问三大运营商 未来怎么看 三大运营商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说数字经济这一块呢 在2023年也算是炒作过一波的一个大主题了 就是站在现在了呢 如果说是从运营商 或者说是未来的这个数字经济建设的角度上说 就是说这个题材在发酵 或者说又有什么新的建设的抓手的话呢 三大运营商应该是要比很多民企好很多的 就是说这一波的小票的杀跌 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好像有一种一去不回头的感觉 它不完全是一个所谓的一个估值回归 一个价格上的问题 是以目前的政策框架 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的政策框架 在2023年的叙事里面 有很多所谓的这种智慧城市 数字经济建设的一些小中小型的民营企业 很有可能如果说它的收入端 是高度依赖政府开支的话 在2024年这部分的营收很有可能会归零 这一类的企业是面临巨大风险 那么它的这个任务 或者说它的业务其实更大程度上是被这些 这个大型的央企给它接收掉的 所以我觉得说是目前为止 应该还是要看我们这个后续 对于这个所谓这个数字经济的建设 一些新的叙事方式出来 能不能够再带起一波这个运营商的行情 那么中长期来看 我觉得在各个央企的这个板块当中 这三大运营商应该也是一个 就是在你这个估值出底了之后 是一个比较好的长期的布局机会 来那秦俭刚才有人问 秦俭提到了这个红利策略 就是红利策略能不能在未来 很长的时间当中都作为一种自己的交易策略 那还有就是红利策略和债券 它的相似和区别之处在哪里 我觉得这个问题也非常有意义 嗯这样 红利策略作为长期是可以的 但是我告诉你红利策略作为长期 它的收益率是不高的 就是你要跟你的风险偏好要匹配 对你不要以为就是说好像它一直在涨 其实它不是的 它每一段的涨幅是确实是比较小的 还有一个呢 你现在觉得它好是因为其他人都在跌 它好像具备了超额收益 因为你永远是大家就看得眼不眼前 真的到市场如果好的时候 红利策略可能是所有策略中 可能是赚钱赚的最少的 要择食吗 有择食一说吗 红利策略一般来说不择食 但红利策略就是有一种 就是如果说短期涨幅过大 导致股虚率下降过快的话 可能是需要一些择食 需要一些抛售的 所以我们也一直强调 你做红利策略你就不要追 你不要大家都把红利策略当网红的时候来买 现在是这个时候吗 我觉得没有那个小盘策略那么严重 但是也差不多是这个阶段 是这个阶段 就是其实现在这个时候 你再采取红利策略取得超额的可能性 我觉得已经不高了 已经不高了 然后红利策略和债券 两个相比较 有什么不同 那是这样 第一个 债券相对比红利策略要简单 因为我们往往买的只要知道长债 还是短债 九期 它其实不复杂 然后债券基金也相对比较好辨认 但红利策略问题来了 不是股息率高的 所有股息率高的东西都是能持续的 你不能简单的把股息率拉出来说 股息率高的就是红利股 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很多人会上当的 有些股息率高的可能是周期股 可能现在是股息率明年就无法保持 这种东西非常的多 所以红利策略相对来说 比债券策略相对要难一点 风险稍少许要大一点 但是同样收益可能比债券的长期收益 也要高一点 但总体两个长期收益都不高 他们两个总体长期收益 其实长期看是不如 护生300或者中正500 这样的指数长期拿的 正常的市场里面 好吧 所以我觉得大家也不要神话 就是你不要看到现在的超额高 我就觉得红利策略是神 都不是这样的 往往很多东西都是会变化的 也要考虑拥挤度 你要考虑红利策略最好的阶段 其实就是现在这个阶段 将其未起 真的等到市场起来了 或者中国经济看到一些 复苏的时候了 这个时候我们可能的市场利率 也会见底回升 那这个时候往往红利策略 反而在里面会比较吃亏 好的 那感谢三位的回答 那我们稍事休息 请三位嘉宾给我们说说 就是春节之后市场的展望 我们一会儿见 十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志投提醒您收看 公司与行业 老凤翔提醒您继续观看 岁月不败风华 经典历久弥新 老凤翔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上海燃气提醒您 请安全使用燃气 使用燃气时 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 发现隐患 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 962777 安全使用燃气 营造美好生活 十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志投提醒您收看 公司与行业 好 欢迎回来 那今天的明日提示啊 有点特别啊 可能要对春节之后给出一些市场的提示 编老师先来 春节后可能第一周很关键 如果有新的板块出来的话 我觉得应该可能会让市场有些小惊喜 你觉得这个概率大吗 我觉得有概率 来 宇然 我基本上同意编老师的观点 所以我觉得仓位上还是 就是说留一部分仓位去 去堵这个现成的一个 堵要加个引号 要看清楚 然后再进行动作 然后另外一部分的仓位 可能给一些新增的这个机会成本上 可能这个留一些空间 看清楚 等一等 别那么快 是 这是你的观点 那金剑 我觉得还是可以看好到春节以后 至少我们先看一看20号 因为一出来就是20号LPR 对 正好 因为上个月没有降的 这个月应该会降 看它什么幅度 也看一看上面对这个 重视的程度到底如何 然后新的人上来也有什么新的举措 你就是整个市场还是有期待的 对 我们还是有期待 至少没有揭晓之前都有期待 所以我觉得可以 乐观可以延续到春节以后 春节外围会有哪些变数 外围 我个人反正觉得美股或者外盘 今年都不是很稳定 所以 会对A股有影响吗 但是现在已经跟我们完全就脱钩了 也就是说 整个市场的影响状态不大 他们既然最流行的策略 叫新兴市场除中国 我们也可以涨中国除新兴市场 这个我觉得都是可以倒过来 整个市场 现在都有各自的一些想法 和各自的一些走法 好 那我们稍后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九方智头的数字人 九方智能头顾数字人九哥 应运而生 没时间看盘 看不清热点 不懂得筛选股票 不清楚事件影响 听不懂金融术语 各种问题都可以提问 上海话 广东话 四川话 多种方言都可以交流 九哥将7乘24小时在线 多方位辅助解决您的投资难题 现在扫码下载九方诊股APP 立即和九哥交流互动 九方智能头顾数字人 基于自研九张证券领域大模型 具备大盘分析 板块挖掘 热点追踪 个股诊断 策略生成 金融百科 事件推理 情绪陪伴 八大核心能力 利用数字人交互技术 急问急答 多方位辅助解决您的投资难题 现在扫码下载九方诊股APP 获取您的专属智能头顾 好了朋友们 今天我们的公司与行业到这就结束了 再次给大家做一个预告 那我们在明天2月8号晚上 将推出降龙成风 2024春联进行式的特别金物迎新版 届时将公布五强的入围春联 还有就是辽民俗化行情 还有猜灯泥和互动好礼相送 敬请期待 那再次感谢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 边峰伟 胡宇然 还有秦建 好了 稍后欢迎继续锁定第一财经 稍后为您送出的是财经夜行线 明晚我们再见 从开局到破局 从布局到控局 AI产业 我们关注如何布局新版图 电影市场 我们关注 从票房之火到革新开局 经典国货 我们关注 破局新消费 重塑中国品牌 新零售领域 我们关注 控局龙年 谁主沉浮 未来未定 2024 会关注什么 龙年 我们继续头脑风暴 5%的增长速度 它是需要你踮起脚跟跳一跳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面关系 商品牌市场要让建制性政策取消 打造地方费体系 货币政策要更加有利 发展资本市场 如同发展市场经济一样 医疗 卫生 体系的感觉要提速 中国新能源行业 处在一个全球领先的地位 每一个养老的人就不顾无忧 经济是就业的基础 市场化 法制化 国际化 都能够对国际的发展有信心 2024年 我的期待就是落实 开放式基金公司 OFC OFC全称是开放式基金公司 2018年诞生于香港 它指基金设立者成立一家有限责任公司 但是这家公司的股本是不定额的 投资者以认购该公司股份的方式进行投资 并可自由卖出和赎回 香港政府给予了OFC一定的税务优惠 和一站式便利 以鼓励全球更多资金流入香港 与传统的开放式基金相比 OFC的主要区别在于 它是一个独立的法律实体 可以独立于基金经理运营 并由管理公司进行注册和监管 相比于其他公司 OFC具有的优势主要有 第一 开放性高 资金流通更自由 投资者可以根据自己的资金需求 随时购买或赎回基金份额 而不受固定的交易时间或单位的限制 在符合偿付能力和披露规定的情况下 OFC可以从股本中拨款进行分派 同时 OFC股份可根据法团成立文书 也就是类似于我国境内的公司章程 进行自由转让 第二 OFC形式多样 可以公募和私募两种形式出现 私募OFC的统治者拥有更大自由度 决定投资组合 除了证券 期货 私人公司股份 还可以涵盖不动产 基础设施 大宗商品等 另外 OFC虽名为开放性基金公司 但基金设立者和投资者 也可以按照需要将它打造成封闭式基金 最后 OFC有税收优势 免征印花税 在香港OFC制度下 基金公司只受香港法律监管 节俭传下去 中国万年福 减养得 市场顺兮万变 是谁洞悉未见 汇政财经 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 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 以投资智慧为本 以陪伴服务为刚 提供全方位的在线投资付